疫情说因为人们更重视健康 疫情冲击百业 不过马来西亚拿督黄桂华仍然自豪表示 今年上半年他打造的健康事业体受到的影响很小 关键除了人们健康意识提升 还有他提早转型的超前部署 很早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推动 比如说有我们的apps啊 就是线上和线下的作业 我们也做直播 前方这一天他忙着跟员工开会 讨论嘉义分公司开幕的最后准备细节 在最坏的时候仍然勇往直前拓展经营触角 就是因为黄桂华深信 自己的绿色永续企业理念可以改变更多人 坚持有机农产当作原料 对人体好也对环境更好 是他十多年一路走来不变的信念 也在疫情的打击之下 更加坚韧的开花 记者林信盛张温宇谈不到